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蟲蟲 歡迎來到我的美股衝浪頻道 股市起伏波濤洶湧 希望我這個知識新的頻道 能給大家指出方向 在湖海當中乘風波浪 一起邁向財富自由 我們財經頻道所提供所有的資訊 僅供參考之用 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推薦 投資有風險決策需要謹慎 感謝你的理解和支持 以下是我的社群媒體的加入方式 我平常使用的主平台是discord 其他平台也儘量會將資訊同步 大家看完視頻後 記得訂閱點讚轉發 你們熱情的支持是我最大的鼓勵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大家平安 今天是10月19號2024年 今天因為這個weekend 在外面有travel 所以我就是用簡單的一個方式 來講解一下過去這週市場的一個情況 以及對於下週來做一個展望 很快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標普的圖 標普的圖它基本上是一個上升的形態 然後沒有任何改變 週線圖的話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就是這地方都是一個屬於稅部上漲 然後再一個什麼就是回踩 然後很快的往上突破 然後盤整再突破這樣方式 那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改變趨勢的情況 我們看日線圖的話 基本上一直都在我這個 畫的這個三角形這附近 那這個有一點點稍微突破 可是呢大家仔細看這幾個K線 日K線它基本上是怎麼樣 就是一直都有什麼高開低軸 高開低軸的情況 所以是有一定的賣壓跟獲利的回吐盤出來 那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在這地方就是一直都有一個什麼 這個賣盤出現 然後只要有這種結構出現的 比較容易出現這種所謂的拉回 拉回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就是算是做個簡單的預測 但不一定會這樣走 就是說可能在這個大盤在近期 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拉回 然後呢大概的一個位置是能夠在這個 這個5750或者比較大一點的話 大概是5680這附近 然後是它的拉回支撐 如果拉回不是很大的話 那基本上到這裡就可能再創新高以後再下來 或者是比較大的拉回 然後呢反彈之後 可能就是一個次高點之後 再有一個ABC的修正 那我們因為還沒有走出來 所以我們不要做過多的一個預測 我們反而就是倉位上 我們就是能夠在這個順勢而為 就是在這個趨勢的支撐上面 我們就是做好這個移動的基因 就是說如果跌破了我們出來 那如果沒有跌破我們繼續持有 或者是可以適當的這個加買 加買這樣子的方式來操作 但是在這地方就是反正就是大家特別小心 有一個所謂的獲利了解的一個賣壓的情況出現 那我們很快的看一下 其他的指數 來看QQQQQQ的話呢 這裡就是有一個一個十字 上升那個就是一個十字線 在這個趨勢的比較頂端的地方 這個是比較稍微不好的 代表預表這個可能的變盤 如果下周是跌 然後呢就是黑線就變成一個什麼 頂分型 那如果沒有的話 多頭化解的方式就是突破 突破就可以了 那我們當然是看市場來怎麼表態 我們不要做過多的一個預測 我們DIS 跟是道琼 道琼就非常非常強悍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這個基本上 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反轉的一個情況出現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IWM 小盤股 小盤股的話 他也是比較強的 你看他這個地方是一個什麼 一個就是橫向盤整 這個很快的就有可能突破 所以變成說市場在一個不同的板塊裡面做一些輪換 所以整理想還是比較稍微健康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個個股板塊方面 這個板塊上面就是你看這個跟QQ很像對不對 就是半導體板塊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 獲利了結的一個情況出現 這個有點像是說大幅的下跌 然後呢這個盤整之後 然後呢卻沒有辦法在同樣的時間馬上上去 那整體就變得比較稍微弱一點點 那我們這個看NVIDIA 這個SMH是半導體板塊的指數 那NVIDIA他導致突破了 但是在這個地方 算是有一個點點的一個就是 釣人線的一個嫌疑 當然我們要看下一周的情況 如果說都能夠保持在這個黃線之上的話 那NVIDIA就算是一個什麼 那個突破的一個繼續走的行情 否則的話 他多要有一個多投油港盛的話 是要有一個翻轉的一個情況 目前為止並沒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像黃金板塊 這走的特別好的來算是複盤一下 他這個地方就我在過去幾個月 去年下半年其實都有 在去年下半年這裡 其實都有講到黃金GLD對不對 然後那回踩之後 在這裡剛剛再做一個回踩 之後這邊要杯柄突破 那其他這是一個更大的 更巨型的一個杯柄突破 這個從2011年到現在 然後等於是一個杯柄 然後這地方是小的杯柄 最後突破 那就可以走了比較長遠 這邊也是一個小的一個扭期的突破 那相對一講的話 做黃金的這個礦業股票 這個黃金股就稍微弱一點 雖然他也蠻強的 但是整體就是比較稍微弱一點 你看黃金創新高對不對 可是GDX卻沒有創新高 雖然他的型態還是不錯 那這個我在過去的大概一年 都有提到黃金股 這地方是最好的買點 因為它是high low 然後突破 然後這地方也一直都突破 它就會下降趨勢線 所以是非常好的 然後我在幾個禮拜前講到說 如果它保持在這個上升軌道上的話 也是不錯 所以上突破回踩 突破回踩 突破回踩 然後最後繼續往上 所以下一步就很明顯的是一個突破 然後還會再有回踩的一個行情 就特別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是可以繼續持有 如果你是在下面買進的 可以繼續持有 不用太特別擔心 講到黃金就不能夠不講到比特幣 比特幣我覺得會突破這一次 所以要特別關注 因為如果你有的 恭喜你如果沒有的話 可以加碼 因為這一次我覺得它有機會能夠往上突破 那所以這邊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 就是形態 是一個牛旗的形態 然後呢 已經 get ready to go 那所以 在這裡的話 我覺得它如果一旦突破上去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到8萬到10萬之間 好 那下週有什麼一些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 下週有很多的聯署官員要講話 我們這邊highlight的就是 你看這邊講話 週一 然後呢就有三個人要講話 然後呢週二的話呢有這個 廢城的主席要講話 對吧 然後還有週三也有講話 週四也有講話 所以下禮拜 聯署官員講話特別多 所以我預期就是在這當中會有一些波動 因為他們講話 對於降息多長多遠 或者是 是否下一次要降多少息 都會有一些意見發表 那會給市場帶來一些這個波動 那當然下週還有這個 週三的和皮書 要這個有這個經濟數據 以及週一有這個 這個leading就是先期指標 經濟的先期指標 然後呢還有 週四也有這個PMI 還有週五的耐久財 以及這個消費者信心指數會公告 這樣子 好下週財報的話呢 有幾個開始進入這個 比較密集的一個公司財報 那首先就是要注意一下下週 週二盤前會有這個3M 以及這個 在週三盤前的波音 還有可口可樂 還有週三盤後的特斯拉 然後Research是這個半導體板塊的 IBM ServiceNow是軟件方面的一個大頭 也會有財報 那另外週四盤前有 航空股 這個American Airlines 跟Southwest 以及UPS是屬於運輸方面的 那這幾個財報是比較重要的 那當然有其他的公司財報 大家自己手上有倉位的 要特別注意有影響 我在這個片頭有這個 加入我社交媒體的方式 那特別是在Discord裡面呢 有在群裡面都會給大家講一些 回答大家的問題 然後還有每天早上有早安點位 然後呢你看這Iinch之後 你可以看到每天大盤的一個 重要的主力跟支撐 然後做短線交易的參考 那所以大家記得掃碼進來 然後呢 這個希望 這個這些 這樣一個東西給大家一個幫助 那也祝大家週末愉快 那我們下次update見囉